输卵管堵塞有什么危害? 王婉宁,复科,主任医师 其实输卵管堵塞它最常见的危害就是导致不孕 大家知道一个正常的妊娠它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精子 有卵子,还有一个通畅的这个通道 就是精子和卵子见面的地方,那就是输卵管 那么输卵管堵塞以后它最常见导致的原因就是不孕 直接导致这个不孕的原因 当然输卵管如果不通的话 它还可以由慢性炎症引起的这种急性盆腔炎症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表现为输卵管的积水 那么在正常的人它是有两侧输卵管 如果一侧输卵管积水,另侧输卵管正常的话 那么积水的这个输卵管它会积液向弓腔里头逆流 最终导致我们不孕的产生 因此输卵管堵塞最常见的原因是因感染引起的 它往往造成的危害是导致女性激发性不孕 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 总之就是输卵管堵塞除了造成不孕 会有经常的阴道的排液 就是下腹部的不适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专家提示 一输卵管堵塞最常见的危害是不孕 二另外还会引起急性盆腔炎症 经常性阴道排液 下腹部不适等症状